下一個我們要講 各位講的是要擴散 一開始講的是在水裡面 有個東西在水裡面 它就開始到處亂跑 到處亂跑 然後從它比較多的地方 跑到比較少的地方 最後跑來跑去 最後就變成會均勻的分布 變成均勻的分布 這種靠著粒子跑來跑去 最後完全均勻分布的過程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擴散 稱之為所謂的擴散 所以像圖式一樣 原來上面長像一國 最後均勻分布在水中 這個現象叫做擴散 擴散它是運動 它會一直在運動 即使我現在已經均勻分布了 我還是在繼續的運動中 我會持續的不停的在動 只是在保持均勻分布而已 當然這裡講的好像在水裡面 不一定要在水裡面 或者說不一定要在液體裡面 氣體也是可以擴散的 如果講比較好聽的話就是 我在教室的那個角落灑香水 然後它就會擴散 然後教室別人可以聞到香味 如果你要講難聽的是有人把他臭屁 然後大家都拿一個臭屁 也是一樣的 它就是因為擴散 擴散 所以氣體它也是會擴散 會要跑來跑去的 所以我們有個圖式 最左邊的剛放下去的一顆黑糖 然後就開始呢 有些溶掉 然後在裡面跑啊跑啊跑啊 然後變成第二杯 繼續跑啊跑啊變成第三杯 最後呢就均勻分布 就變成第四杯 最右邊那一杯 第四杯 它就開始到處擴散 然後最後均勻分布 然後重點是 右手邊寫的 即使現在已經均勻分布了 那些粒子正在怎樣 不停的運動當中 它會保持了繼續的運動 就是一個簡單的融解 還有擴散的現象 擴散的現象 OK 很簡單 就是要了解一下擴散 所以就問了一個傻問題 請問你 這裡誰不是擴散 怎麼知道 A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嘛 那個你講香味也可以 講臭味也可以嘛 好就是一個例子 然後呢 C就是我剛剛講 剛剛那個黑糖的例子很像嘛 滴下去三胎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G就是它的例子 糖化的水裡面 所以看起來只有誰不是啊 就只有B不是嘛 B這個現象是毛細現象 就是那個這個很細的管子 那個水會被吸上來 那個毛細現象 所以呢 除了B是體育科那個叫毛細現象之外呢 其他呢 都是跟擴散有關係的 都是擴散的現象 所以這裡是跟各位簡單的帶一下擴散 看一看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這裡也不是非常的重要 考試考的機會也不大 考試考的機會也不大 考試考也不大 OK 這是有關於擴散 OK嗎 OK